北港飞龙团是超过百年的议政团体 当中的大龙旗也在去年被立为国家重要的文物 目前正在修复当中 为了重现大龙旗的风采跟历史 飞龙团在9月14号与北港文化中心做展览 欢迎大家一起来北港认识飞龙团的百年风采 特别的夜光舞龙为这次的开幕带来不一样的精彩表演 北港飞龙团不只是台湾超过百年历史的议政团体 当中保存的文物大龙旗更是有天下第一旗秀岛山间店的传说 为了让民众能够知道大龙旗跟飞龙团的百年历史故事 北港飞龙团也在9月14号来到北港文化中心进行展览 让乡亲能够认识北港百年的一阵风采 当初做这个大龙旗的时候 每个细节都很要求 所以我们会发现台湾目前普查 全台湾普查的刺绣方法大概30几种 结果其中一只旗子就用了27种 我们已经知道下一个 另外一只旗已经开始启动调查 也发现了三四种没有见过的刺绣方法 所以这些刺绣方法是很特殊 它不是因为大只所谓的青菜子 没有 每个细节都是精致 每个细节精华 大龙旗是台湾艺政文化中第一件国家重要文物 也是见证北港镇百年前民众生活的经济状况 当中有用到的工艺更是相当的复杂 现在也在文化部修复当中 期待修复完成后来展出 让民众能够看到大龙旗真正的风采 除了早期这个福州的老师傅 他的功法在里面 那也延续了当时日治时代的这个日本师傅 还有就是日本的功法 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 在2014年呢 也就我们也在2018年开始 希望跟中央文资局提报为 就是国家级的重要谷物 尤其是这个大龙旗呢 现在是目前台湾唯一第一面 透过这个艺政文物当中 第一面接受到我们非常重要的国家 就表示我们这个旗呢 是非常非常的壮大 非常的雄伟 本次展览自9月14号开始到11月30号 展览的内容是相当的丰富 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北港文化中心 欣赏大龙旗的风采 也来了解北港义政的百年文化 记得神家生云林县的采访报道